接下来有请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三个小伙子 这位小伙子说他自己是捣挡钱的 来 掌声有请他 全场表演 大家好 我叫胡志强 今天28岁 来自吉林华店 我的爱情学员是 美元欧元大前币 月月过手好几亿 咋样 想跟我回家不 小伙子说他是捣挡钱的 我就带着怀疑下场了 这一上来用美元欧元的 好几亿啊 你这什么工作呀 严谨你猜 那姑娘猜猜吧 9号 俊良 你是运超车押运的吗 天天带这些钱呢 押运的 14号 宇航 我觉得他是收藏纪念币的 银行上班的吗 他是看那个中国银行 那个库馆 那个就是保安 人家搞得你名币的是吧 想象力 从名币到什么去收藏的 到保安都有的 阴阳两界全都跨了 是 不是 兄弟 你不是印钱的吧 这个做不到 暂时不能复 一会我们看短片就能揭晓了 先来看一下16个姑娘 对谁感觉最好 感觉这小伙是财大气粗啊 你看看 丑人都是鞋上的 你是兜里拔块钱 看人家一说好几亿 你就是 可是 这差距确实有点太悬熟了 对 惯性思维 看好了 燕姐 墙上16个姑娘 对我们这位小伙子的感觉怎么样 大家可以先考虑一下 请选择 谢谢大家 接下来 根据你的感觉最少灭一盏灯 可以行动了 现在吗 现在 我们来看一下小伙 第一个短片的 每到春节 企业树清明 华店周边春屯 你会看见一个开着半节车的人 拿着满车的包包子 穿梭在漆黑的香道上 没错就是我 我叫胡志强 我做这包包子已经做四年了 一般大小的人干我这行干不了 卖货的时候 基本上屋里屋外全都是包包子 一个春节的话 大约能卖十吨左右 差不多能要地修三圈 我家有三重多地 每年做完地的时候 5月1以后 在华店出个小摊 卖麻辣酸串 我在华店出现事已经8年了 也算小有名气 但是今年由于没有人手帮我 所以暂时打算先不做了 我以前的外号叫老嘎巴 就是因为自己脸上 长得全是豆 我虽然很丑 但是我很温柔 虽然自己条件不如别人 长得也像闹着玩似的 但是通过这一年的努力 买了这么一套全款的小房 还有两辆全款的小车 一辆面包车 一辆半截子 我希望呢 就是以后通过自己的努力 会把这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也希望台上的女嘉宾 有相忠我的 一定要为我流动哦 终于明白了哈 这倒挡钱的一个月能过手好几亿 二号王雪 那个小伙伴特别好奇 你家那个iPhone6卖多少钱呢 iPhone6的话分大小 大的多少钱呢 看你买多大的 买最大的呗 最大的四块八块的够了 然后我看还有卖什么洗衣机的 还有冰箱的 还有什么别墅的 你家都有吗 那些东西不做 主要我就是做这个金条 圆包纸 还有那个包货纸 就这一类 上哪儿听说 还有什么 还有iPhone6的 我就那一到清明什么 那个什么7月15日 溜的在路边看就有摆的 都可像了 那iPhone6做的 跟整的差不多那样 搁纸糊的 还有房子 还有洗衣机 啥都有 家用电器什么冰箱 彩电都有 好怕 不是 我就奇怪了 那边难道也WiFi覆盖了 那个乔布斯不都下去了吗 能没有 来 8号龙岩 就是小伙儿 你说那个刚才又说啥 电视机啊 然后又iPhone6啊 然后还烧啥 这多吓人呢 你不害怕呀 虽然含糖量太高了 手都有点远了 我一开始做的时候也害怕 那个时候基本上天天 我都睡不着觉 天天做个梦 然后天天开灯睡觉 那你这些纸都放哪儿啊 一开始吧 家里干的头几年的时候 家里条件不好 然后那个就放到我家 农村的屋子里 晚上就在那儿睡觉 或者是白天有的时候困了 就在那包裹纸上面睡觉 然后睡完觉之后 我的脸还有我的身上 那个全是那个 就是掉下那个伞 笑黄叫黄 别说了 越说越害怕 我们换一个话题吧 行行行 换一个话题吧 5号贾红 那个你好小伙儿 我想给你个建议 我姐家她也是卖烧纸的 就是呢 现在都已经是文明祭祀 你可以说像我姐一样 她现在呢 就是卖一些拉花啊 她那个花呢 也分很多种 她有大的小的 还有荷花啊 牡丹啊 什么向日葵啊 什么都可好看了 然后这些呢 政府还不抓 可好了呢 其实人家贾红说这点 还真挺有必要的 其实真咱又都文明祭祀了 能消除了好多的火患 对不对 对 其实都是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 但当然了 祭奠是我们民族的传统 但我觉得社会都发展到 这样的一个程度了 我们应该可以到文明祭祀的 这样的程度了 对不对 对也是 对 form过 好 Whil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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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